而且差距都很大 它能夠到這個地步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TPP是這幾個國家 先從外圍 這個是Asia Pacific FPAAP Free Trade Agreement Free Trade Area Free Trade Area 亞太自由貿易區 就是所謂APEC的國家 APEC有21個國家 不在這裡面 那其中的 這幾個自己成為TPP 另外有幾個不在外面 中國 印度尼西亞 韓國 菲律賓 泰國 還有 新幾內亞 香港 還有俄羅斯 還有台灣 不在裡面 但是有一大部分 都已經想加入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他們都加入了之後 剩下的 只有上面這幾個 這幾個是誰呢 就是TPP 香港 Russia 台灣 事實上台灣也想加入 不過台灣情況可能比較複雜 另外還有一個 中國現在一直積極推行的 叫做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就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那這裡 它是包含著一大部分的 就等一下要講 但是也包含著其他的國家 那這個 我都有實在的 稍微介紹一下 我剛剛講那個就是 區域全面經濟不販的關係 這是 講解是比較重要的 注意到它 這種包容性 也不是叫 Free Trade Agreement 也就是它想跟那個TPP一樣 比較大的包容性 那它是哪些國家呢 目前它是以那個東協為基礎 那東協目前跟中國跟日本跟韓國跟印度跟澳洲跟新西蘭都有雙邊的貿易協定 所以它就這個RCEP就想說 把這個東盟跟其他國家簽署雙邊關係的貿易協定 把它全部容納在一起 就好像TPP這樣 成立一個RCEP 那中國是非常積極的在推動這個 所以它就想把這16個國家成為一個單一的自貿區 也是相當可怕的 在世界中的二分之一 還有那個GDP的三分之一 現在已經舉行了十輪的談判 但是絕對 那個 中國是希望在今年的年底可以完成 不過很難講 另外一個是亞太自由貿易區 這個就是所謂OCEP 對 這些國家 中國 印度 這些國家 可以注意到就是美洲的國家都在裡面 澳洲的裡面 新西蘭也在裡面 就是美洲的國家 另外一個是亞太自由貿易區 把這個就是 Asia Pacific 事實上就是APEC的所有國家 APEC 21個國家 那它事實上很早 也是2014年就開始了 但是在2014年 年前的APEC領導人 在北京舉行的時候 中國就要相當的push 這個 那它 大家就同意的時候 用兩年的時間研究 它們可形性怎麼樣 所以我們也是今年大概可以小的 也是相當 如果可以的話也是相當大的 它是人口有2.6億 占世界的37% 還有GDP呢 60% 貓運有世界的47% 所以非常大 但是越大的話越困難 所以這個就很難講 而且越大的話 它很有可能 它那個標準 它就不會那麼大的 那麼ambitious 那這個呢 這個呢 講起來現在是中國在push 但你可以想像 中國push的話 它大概標準就不一定那麼高 因為它自己本身 有很多地方 沒有搬到聯想的高 所以這個即時通過 大概效果怎麼樣 也是很難講 GDPP 你要講size的話 是非常大的 整個區域 整個APEC的21個國家都在裡面 我東盟也有幾個slides 東盟本身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經濟體 它雖然有十個國家 有GDP 講起來是有2.3萬億 也不是很小 但是它也有一個毛病 它不是一個非常高標準的一個經濟 很多地方 東盟可以講它是aspire to European Union 想學 像歐盟這樣 但是因為它之間的差異 不像歐洲那樣的 比較單一 比較單純 歐洲同樣的宗教堂 同樣的文法各方面 東盟就很容易 不過還是 它是挺重要的 它事實上 東盟本身就是 剛剛講的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夥伴 還有它本身是這樣的 邁向它想成為 剛剛講過的 它想成為一個Asian Community 東盟共同體 就像歐盟 歐盟的前身也是叫做European Community 歐盟共同體 那它去年 2015年的11月在提到 東盟峰會的時候 都在十年之內 它又成長真正的 東盟的國家總統的一個共同體 總統的在經濟方面 政治方面 在安全方面 全部裝了起來 所以不只是經濟 不只是那個 打貓與關係方面 但是在經濟方面 它會更大 多度的排除 它們之間的貓與育 在很多方面都開始 盡量加強 所以它是操作單一 所以東盟就是 東盟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實際上 它如果真正的能夠 融合起來 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 一個精進體 它講起來它是世界的 人口的話 世界第三大 中國 印度 東盟就是東盟 所以就是 現在那個 歐盟跟美國 都是各種 從市場 人口方面 但是市場本身現在還是 經濟體的話 比較小 但是當然歐盟是最大的 美國 中國 中國 以後 日本市場這邊 比印度還大 好 那我們現在 最後一個單元 就是討論一下 中國跟TPP 中國 就是剛剛講的 中國 就是剛剛講的 中國在TPP中 非常閒連 最主要原因 它不在裡面 呵呵呵 所以有人說 當時 It's like a red elephant 你摸入 就要站在房間裡面 一隻黃色的大象 你大概講了 西方的一個 言語 Was China excluded by design 是不是TPP 剛開始就留意 跟中國拍子 在外呢 事實上也不是 完全對 中國TPP 那時候 美國交日不久 也邀請過 中國參加 不過 中國考慮了一下 決定去參加 不參加 許願 所以呢 中國為什麼不參加呢 很多地方 它有困難 這個是 資資 資產權 資資財產權方面 有問題 互聯絡方面 有問題 剛剛我們講過 互聯絡管制太多 國有企業 問題也很大 政府的法規方面 也是很 政府的採購 政府的法規方面 勞工標準 也是一個不大問題 環境保護標準 都是問題 所以它考慮了 之後 不參加 然後 後來 中國不在裡面 歐巴馬 就一直 講的一些話 都好像是 針對中國 就是 中國這個 TPP 是要 針對中國 他說 你看它 它是在2015年5月 2015年去年的5月的時候 你知道它在 美國系的TPP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授權法案 就是 快速通道授權法案 所謂快速通道授權法案 就是要求國會給我這個權利 讓我去跟人家協商 那這個協商之後的結果呢 我再提交給你國會通過 但是那個 提交給國會的時候 國會不能說 啊 我不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就不能再挑了 你提交出去之後 國會怎麼說 Yes or No 就是Yes or No 就叫做快速通關 那時候它的問題很大很大 所以它就用中國來說 我這個是針對中國 因為美國國會 也是很反對中國 所以它就這樣講 我們務必要確保 美國全球經濟規則的指定者 我們務必要確保 美國市全球經濟規則的指定者 而且要在當今 我們在全球的地位 還有優勢的時候做 因為如果我們不指定 全球貿易規則的話 你想想看吧 中國一定會 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是在 為了要得到那個快速 那現在快速通關過了之後 那個協定已經 已經簽好了 那它現在最需要的 就是要得到國會的批准 所以它又開始講那些話 就是針對中國 它在1月12號的國情理師 在國會前面 它又講了它說 比如說TPP在該地區 制定規則的 將不失蹤 好是我們 你們想在這個市地 展示我們的實力嗎 但是問問不會啊 那就批准這個協定吧 給我們這個之前的攻擊吧 所以現在美國 它已經提出來了 那美國有90天的 國會有90天的時間 不過問題有很多說 因為美國現在正好是競選的時候 所以結果怎麼樣就很難講 中國方面呢 也很有趣的 看到中國方面怎麼樣 回答這些美國人 是他剛剛講過 因為他當初 有兩個人 當初也邀請過中國來參加協商 那中國只是不參加 所以現在很難反過來說 你怎麼沒有要不讓我參加 所以他講得很溫和 這個是那個山谷部長高武城講的話 當然可以代表官方 他是在那個時候 他有表態 這個也是差不多五六位的時候 在美國 奧巴馬一直在講 在攻擊的時候 他說 對任何貿易機制 中國都是開放太多 只要他遵循WTO的位置 對亞太區的整合努力 就可以了 所以講TPD我無所謂 而且他再說 希望TPD 及本地區其他自貿協議 有複補的作用 所以他為那個 他在主張那個區域貿易 區域前面 不換關係來突入 解對亞太的貿易 投資和經濟發展的貢獻 他都有支持 最近呢 因為奧巴馬有這樣講的時候 他有答覆 他說 中方不認為跨太平洋 不換關係協定 是針對中國的 所以奧巴馬說 他是針對中國的 但反倒說 我不認為你是針對我 而且不認為TPD 和區域全面經濟 因為這個是中國 現在一直在透露的 區域全面經濟不換關係 但是總是TPD 對中國會有很大的衝擊 剛剛講到 那個世界銀行已經做了那個 分析 他說對外貿易的直接影響 可能有些不是很大 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不是很大 因為剛剛講 中國有很大的市場 所以他比較不怕 但是有些方面 可能會相當大的影響 一個是 對外國的直接投資影響 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也就是說 這個叫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所以就是外國到中國 中國來投資 那外國到中國來投資 雖然中國事實上也 講起來不是很重視 但是外國到中國來投資的 實際上還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原因是 外來投資減少 會對中國產生重來營養 那不只是錢方面的問題 因為外國來的投資 就是他在技術 在品牌 經營管理模式 對中國都有很大的 很大很正面的作用 而且外國的公司 尤其現在中國已經比較發展 中國自己的公司 也比較大 外國公司進來的時候 對中國的公司 有一種正面的刺激的作用 所以這個就可能會減少 所以這方面影響很多 比較大 那在具體的挑戰性 在戰略領域方面 再仔細的看一下 那對中國來講 比較困難的是 基本上那個TPP是美國 制定出來的 制定出來的貿易規則 所以他要接受的話 可能從外交的態度上看 可能會有困難一點 那敏感的領域 是剛剛講過的 就是國企跟互聯網方面的困難 還有剛剛講那個 也是說過了 服務業投資等領域的市場開放 可能對中國目前還是一個 比較大的困難 這個投資者不跟國家間的爭端 解決的幾次不光 不只在西方 在中國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中國 State intervention的機會很高 所以爭端會很多 所以現在中國 而且他要考慮一點 如果不加入一般的study 他說在2025年以前 就差不多10年之內 他會損失 損失這麼多